这只油猪正在用生命演戏,面对眼前的花豹,要知道,眼砸了,性命不保,演好了,就是阳光大道,今天我们就来看看,这只油猪演技究竟如何,就在刚刚,这只油猪悠闲的,迈着小碎步,哼着小曲,来到一簇灌木丛,他不知道的是,头顶有一只花豹早就等候多时了,花豹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,根本就不把这只油猪放在眼里,准备等油猪近一点再下手,毫不知情的油猪继续悠哉悠哉, 走了两步抬头一看,这时才发现树上有只花豹,这可给油猪吓坏了,惊慌失措的油猪赶紧稳住脚步,大脑飞速旋转想办法拖鞋,油猪盘算,现在跑路那不自寻死路吗,自己这身板拼死也跑不过花豹,看花豹也还在观察,想必他是在等待时机,干脆将计就计,油猪强装镇定地迈开步子,刚走一步,腿软的油猪差点没站稳,油猪赶紧调整身体,不敢轻举妄动,生怕自己的举动惊吓到花豹, 只要花豹一蹬腿,自己就小命不保了,他又静静地看着花豹,油猪的这番操作把花豹也整保了,花豹心想,这只油猪是眼神不好吗,竟然不怕我,这是耍什么花招,是书反常必有妖,还是再看看,油猪看花豹依旧暗兵不动,那就铤而走险,敌退我近,油猪立马反客为主,迈开了六亲不认的步伐,慢慢悠悠地走两步, 看似平静的场面实则暗藏杀机,气氛紧张到了极点,油猪的操作随时都有可能丧命,看到这里,小编真的想给油猪搬个奥斯卡小惊人了,油猪大哥真的是用生命在演戏,花豹在树枝上,呆呆地盯着油猪,想看看油猪究竟在耍什么花招,心知口快的花豹哪里经历过这样的场面, 单纯的花豹此时还不知道,自己已经被油猪套路了,接下来,油猪竟然走到了离花豹更近的地方,真的是越来越得寸进尺了,这个油猪真的是心理战大师,现在花豹已经完全被油猪拿捏了,但是和花豹的距离越近,也意味着他越危险,油猪此时更慌了,他大气都不敢喘一声,已经到这个地步了,后退就会前功尽弃,油猪只能硬着头皮表演了,他调整了站立的方位,头正对着花豹,还假装 吃草,此时压力给到了上面的花豹,他被油猪的操作彻底整猛了,花豹开始怀疑喵声,这只油猪到底能不能吃,油猪看着猛逼的花豹,心想他的空城剂似乎有了效果,他也暂时地松了一口气,略微加大了活动的幅度,花豹依旧一动不动,真的是被油猪拿捏得死死的,油猪觉得是时候逃跑了,他一动不动地盯着花豹,一边思考路线,一边蓄力,趁花豹还在发猛中,油猪突然撒腿就跑了,油猪都跑得不见, 花豹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,慢慢腾腾地下了树,回过神来到嘴的猪肉也跑了,不过话说回来,常言道,该出手时就出手,有时候没必要地犹豫徘徊,反而会错失良机,大家觉得呢?